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九點的大家平安 讓我們奉祖跟您在神面前 一起的來思想 今天的題目太多的來不及 我想在每一個的生命裡面 可以翻出一羅方的 來不及的思想 點點提及 我相信大家有多多少看到 在最近的Facebook上面 張奧索弘師 认了一篇文章 他說 早上出門 我給我媽 可是晚上回家 變成沒有媽的孩子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不在邊上 他在傲罵這些事情 當然邊上的人鼓勵他 安慰他 我想在他意見裡面 總有一個結論 看過媽媽 照過媽媽 真的是無為不自 但是在這個時刻裡面 我竟然不在他的邊上 很多時候 我們會碰到一些 我們難以預料的事項 有一次在高雄 要搭高鐵 高鐵回來 送我到車站的 弟兄 大概路開了 我說來得及嗎 他說來得及 接著來得及 然後把我車子送到高鐵 你也知道 左營戰士在四層樓上面 所以車子轉到邊上 他說 你要不及 你必須要跑 所以我們來不及跟他說 再見 我就趕快了 您的行李就趕快了 路口就衝去了 衝到路口 然後 刷了票 驗票 你急臉了 我還不及回家 他說趕快跑 趕快跑 所以我就趕快跑 憑憑地跑 還好我跑錯了 砸到 就跑下去 然後我就看到底下有一個人 就招我快快快 我說他在招我幹嗎 快啊 所以我就趕快地下來 然後最後一秒鐘 我踏上了高鐵站 我當我的六腳踩上了 那個高鐵站穩了 那個門靠那一聲關起來 我就開始喝了 後來我回想 原來那位招手的人他在問 我叫你快啊 我已經叫火車等你了 叫你快 所以我就拼命地跑 這真的是上氣不解想起了 很多時候 有些事項是可以補救 上帝告訴我們 你要努力進宅門 進宅門 也許說 我們會說 早進晚進都要進 可是多少時候 我們需要努力 付出代價 拼命用力的 我們要跑進最後的宅門 我們在神面前 我們是不是常會有太多的時候 我們會得奧會 在馬太福音 第25章那邊 有十個童女 這個十個童女怎麼樣 他們以為主人不會那麼快來 所以其中有五個朋友 好好的預備 等到半夜有人看 主人來了 趕快起來 可是來不及了 他說能借我一些用 別人說我也不夠用 那好不好 你自己去買吧 我們會看到 人生在世 常會碰到這種 很無奈的 就是 我不知道 我該做什麼 剛才我提到 張牧師的阿媽 或是 他寫著 早上出門 我有媽 的確他有媽媽 可是為什麼他寫著 晚上回家 我竟然沒有媽 我生了一個沒有媽的孩子 我記得以前早期 教會有一位 黃媽媽 她在家裡面 突然間覺得身體不舒適 蹦了一聲 打在地上 她要去拿電話 手伸不出去 伸不出去 伸不到電話邊上 所以她就一個人 就這樣子 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想回到家裡 你的家裡 會如何的早起 會如何的擔心 看到媽媽躺在地上 趕快的叫做護車 都來不及了 因為她不知道 已經躺在那裡 那麼久了 所以 在這個世界上 有太多的來不及 今天我要透過 姓林子 姓林子 一篇特別的文章 她當天的文章 也就是寫著 太多的來不及 在這篇文章裡面 有四個故事 這四個故事 第一篇故事 是講到一個很和樂的家庭 媽媽在晚上 煮好菜 收拾好這些東西 她要去倒垃圾 所以她提著垃圾來出門 去到垃圾邊上 還沒走到垃圾車邊上 就被一輛摩托車 一直撞到最後 她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這篇文章裡面 她告訴我們 她的媽媽有心臟病 她媽媽有心臟病 這個心臟病 對她們來講 她們已經預備好 她們知道 我們要給媽媽預備好氧氣 預備好什麼 預備好沒有 可是她說 媽媽竟然不用這些東西 她竟然離開了世界 她們心臟有很深很深的感觸 所以當她們安靜下來的時候 弟兄姐妹 我們也常常要提醒 很多人家裡有人過世 或者遭遇到一些難過的事情的時候 往往在最忙碌的時候 她不會想起這件事情 往往是當我們人都離開她們 往往她一個人不孤單 但走在家裡 這時候她是最孤單的 所以當她們靜下心臟 就想到她們 她說媽媽為什麼走 為什麼她沒有交代 為什麼沒有跟我們說一句話 弟兄姐妹 媽媽沒有說話 其實媽媽有 在心臟子的文章裡面 她這樣寫著 她就跟天下的母親一樣 無非是注意身體 小心照亮 不要太累 少熬夜 少喝酒 好好念書 別整天貪玩 我想現在大概在家裡 不要玩手機 不要玩電動遊戲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念啊 從早上一直念念到晚上 有的時候你說 我們聽著聽著很多 可是我們是不是聽膩了 我們是不是聽煩了 瞧如誠明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在很多時候 在耳邊上所經歷的這些事情 我們認為這是不重要 可能稀鬆平常的事情 可是多少時候 當媽媽突然間離開這個世界 她們心裡面 她們才發現 原來媽媽還有好多的話 我們還來不及去問她 還來不及去聽她 我們在說些什麼話 因為媽媽一直沒有辦法這樣做 來不及了 這是信音者的第一個故事 告訴我們 要珍惜在那邊上 親愛的媽媽 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家人 我們需要去珍惜她們 讓主 不要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奧毀了 奧毀到最後說 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在溝通上 當然醫藥 可能還是有一些辦法 可以看見她還是在那裡呼吸 可是說真的 她是靠著積極來呼吸 那 事物沒有什麼理由 讓主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透過第一個故事 讓我們來試講 第二個故事 我們是一個代嫁的女兒 這個女兒 從小媽媽就非常的疼她 媽媽愛這個女孩子 她們吃在一起 穿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因為她的媽媽很早的故事 所以這個孩子 長得叫婷婷一鈺 水仙花就是的 心靈指道這樣寫 誰知道她大學還沒畢業 她就想嫁 想嫁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有些人想嫁 是因為家裡面太老刀了 或者家裡面等人進去 但他們就想嫁 而這個媽媽看人怎麼看 就是看不順眼 所以媽媽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 所以母女兩個人 為了要不要結婚 要不要嫁給這個人 起了衝突 讓人吵著嫁 甚至媽媽用很惡毒的話語 來出言恐嚇 告訴她 不要嫁給她 這個女孩子就是不懂 就是不懂的孩子 不動心 所以她媽媽實在是非常感觸 所以她想 你小時候不是告訴我嗎 她說 媽媽你絕不能先老 一定要等我長大了一期老 多麼甜心 她想到她中學的時候 她也想說 媽媽 我才會要嫁 我要陪媽媽一輩子 陪到你老 為了老的走不夠 我就幫你推輪 多麼貼心啊 這個孩子 可是現在竟然為了要不要嫁給這個男孩子 所以有了爭執 所以這個女孩子氣了 就離家出走 當她離家出走 以後呢 有一段時間 她打起電話給媽媽打來 她說媽媽 我要結婚 我決定結婚 媽媽說誰啊 她說就是那個男孩子 她說希望你能夠來參加婚禮 給我一點祝福 我想打開孩子 我希望爸爸媽媽給她的孩子祝福 都希望 她說希望你能夠來參加婚禮 媽媽一聽到這件事情 氣得怎樣 等人講話不講講 就把電話給掛 心靈指導說 這一掛 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有一天 女兒告訴她 她說 媽媽我們去蜜月離席 表示她們倆已經結婚了 她們要去蜜月離席 然後她們出發去 結果 在辦公廠發神了扯我 這個座媽媽的 最後來到殯儀館 看見女兒躺在關門裡面 親自很感觸地寫著 這個座媽媽的說 我好自食啊 我好自食啊 為什麼我連你最後的要求 給你一個祝福 我都不肯給你 弟兄姐妹 也許 在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來不及了 真的是來不及了 說多少 做多少都沒有用 你在你最需要祝福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給你 今天 是不是有太多的思想 讓我們一個人 心裡面有運氣 也在心裡面 就是不願意 就是不願意去付出 就是不願意去講 一次我們變成王子 所以 然後我們 來不及了 這是第二個故事 今天不知道哪來的人應該 它寫了第三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 是一個老夫妻 老夫老妻 兩個人 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他們彼此的鼓勵 彼此在他們年輕的時候結婚 一路成長上來 這位老夫妻說 老婆 我會找你 在家 我會帶你去環遊世界 你們有沒有想過要環遊世界 他說 我帶你們去 帶你去環遊世界 這個 老婆說 好啊 我很願意去 可是 他說 我們的孩子 馬上就要出生了 我們要扶養他 我們需要 做一些規劃 所以為了這個孩子 他們把這個 環遊世界的 這個念頭 壓住 所以為了這個孩子 培養他 結衣說實的 讓這個孩子成長 環遊世界的這個夢想 他說等以後再收了 等以後再收了 等到這個孩子 慢慢成長 成家了 結婚了 來 太太說 先生 我們可以去環遊世界吧 但是那個時候 正好他來到 事業的最高峰 他說 我現在很忙 我現在沒有時間來陪你 我現在沒有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等你一下再說 我們等幾年我們再進行吧 所以他們的順命 就一直在等後 等後 等過兩年 等過三年 我們再進行吧 兄姐妹 這種事情是不是真實的 你想知道真實的 我爸爸當時候在電音群 奉派到日本去學習 電子排版的這種動作 所以我父親去了 去日本 但我父親去日本之前 我媽說我要跟著去 我媽說不行吧 我在公司 我在你一個人 下次下次帶你去 下次帶你去 你兄姐妹 我告訴你 我爸爸還沒有帶我媽去 因為再也沒有機會 這對 剛才所講的這對 好多導師 他們說 等幾年 等我更多 空閒 等我退休 我一定帶你去 我們看見了 這對夫妻 帶著一種希望 是誰都想到 這位老先生 有一天 動了一陣 倒下去 老醫學 就沒有再醒過來 所以她的太太 在病床邊上 搖著她 起來啊 起來啊 你不是要帶我出去 環遊世界嗎 你不是一直想去嗎 來 起來 所以 有些事項 我們是需要去珍惜 有些事項 不但要珍惜 有些事項 你認為你可以做 你就應該要去做 這是第三個故事 第四個故事 我們看見了 慶公子他這樣寫的 他說 有一個老公 這個老公 他的真實名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的名字叫做 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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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的成長裡面 他實在是很堪 他的媽媽一直照顧他 他的媽媽為他 付出了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力量 要吃什麼 就買給他 要吃什麼 要餐什麼 就馬上給他去佔落著 所以這個牙齒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過得還蠻快的 他的童年 要我媽媽照顧著 可是沒有想到 在他十四歲的時候 中國大陸變色 淪陷了 十局有種變動 所以 敵人已經打到他們的城口 這個媽媽著急 他說 我的孩子如果被抓去 被俘虜去拿 我怎麼辦呢 所以他媽媽就想盡辦法 在他所認識的朋友當中 找到一個在部隊當中服務的人 以一個傳令兵的身份 安插進去 或像很多人來到台灣 也就是立著這樣 有的人就這樣 點名的時候 就趕快到 喔呦 在這 台灣以後說 我不是當兵的 我就退掉了 也有很多這樣的人 當他把他的孩子當成傳令兵 當他給他打點 給他預備好 他在口袋塞一些黃金 塞一些的錢 然後他說 你到台灣去 你要特別小心 等等的思想 好 他媽媽說 你不要來送我 他說我知道 自己也知道 可是做媽媽的 看見孩子要離開自棋 不知道要多久 當然 你們猜多久 我父親跟我 跟他的爸爸 媽媽說 三個月就回來 三個月就回來 結果幾年回去 五十年他還沒有回去 很多的事情 我們還蠻預料的 所以媽媽就擠在人群的當中 去到我們碼頭邊上 去送他的孩子 媽媽的眼睛比我們還厲害 所以媽媽一看就知道誰 誰是他的兒子 所以一個就說 牙齒來牙齒來 他叫著牙齒說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你回去吧 你趕快回去吧 就你不要來 你知道 這麼一點 他沒有想到 四十五年 他沒有再看到他的媽媽 他已經沒辦法回家了 他已經沒辦法回到家裡面去 因為在他走後的第三年 他的媽媽就過世了 就過世了 他的妹妹 心裡指說 在他 在文革當中 不知道會效忠到哪裡去 不知道他自生自死 所以這個小牙齒 就變成老牙齒 老牙齒 在他身邊 都變成孤端的一個人 有一年 榮家 為他們舉行慶勝會 慶勝會 所以大家可以在蛋糕前面 有人就喜歡 許個願 許個願 小牙齒手手結束了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是 我想我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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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我一下 我感慨的一段話語 沒想到在邊上的這些蠟病 大家都哭得淚流滿臉 兄姐妹 這是來不及的事情 還是來不及的事情 來不及嗎 這一篇當中 我感見幸運者 宇宙心常跟我們講的 人生在世 生老病死的幾個階段裡面 我們會碰到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不做 我們不去想 也許我們就真的來不及了 所以他寫的形象一段話 他說 來不及的愛 來不及表達的愜意 來不及挽回的錯誤 來不及實現的諾言 來不及送出的祝福 來不及離別前的最後擁抱 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愛的情 兄姐妹 當你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你心裡面有些什麼要的感觸 我們心裡面會想 我們該如何 該如何去面對 在我們先進所屬的世界 我們是如何去做 也許你說 我們長聽了 你不要再說 不要再講了 也許他不再說了 也許他不會再念你了 也許有些事想 今天的週報 我們也登了一篇文章 講到有一個人 他在小學的時候 有一個跟他很要好的朋友 一起上學 一起玩耍 可是有些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個要好的同學 臉上長滿了很多 很多小倉巴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他就從事心裡面給他取了一個叫做 叫做 諸母母皮 諸母皮 諸母皮 意思是他的臉上 就是臉真正的臉 真正的臉 所以這個同學 聽到這句話 失敗了很生氣 但他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哪一個人給他取得錯 所以這個同學 就回家去告訴他 慢慢一想 這是哪一個人 所以就帶著他去心思問罪 當然那個同學 也在這裡面 也是不經意的 所以他一直念著諸母皮 等等這些思想 可是他不經意的當中 他說 不是我取男士 那個什麼人同學 幫你取得錯啊 哇 他聽到他更去 所以他從此以後 不跟這個同學 在一起的話 他就這樣在小學當中 雖然有見面 雖然有看到 就是好像陌路人一樣 不過這樣講話 不再往來 後來他們畢業了 各自分各的東西 有一年學校開同學會 他就回去了 他心裡想 我一定要找個機會 跟這個同學說聲對不起 當他去到他的家裡面 見了他的媽媽 表明了藍意 他的媽媽說 他還沒拿到畢業證書 就已經離開了世界了 還沒拿到畢業證書 他就已經過世了 這個同學在他的心裡 突然想到 來不及了 我真的來不及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沒有機會可以說 弟兄姐妹 來不及表達的現意 不能在他 都在的時候說 而是在他人在的時候說 必須趕快的去跟他和解 必須趕快的去跟他和好 還有來不及挽回的錯誤 有錯我們就趕快去挽回 趕快的 不要為他面子 我們就說算了 我們以後再說吧 來不及了 來不及實現的諾言 也許你答應了 要帶他去哪裡玩 或者是答應了 你要做什麼 我們這個諾言 我們是不是想說 也許你在最後的這個時刻裡面 你沒有去擁抱他 也許會失去了很多很多 所以下面就讓他起來 我們總以為時間可以等我們 容許我們從頭再來 彌補缺憾 岂不知撒但盧 好叫的獅子遍地有情 尋找可真實的人 災難永遠在我們陸基旁的時候 當頭炸下 牛蟲躲避 無能確訣 心淡俱碎 招架有感來了 你只好戴口罩 牛蟲來了 你在捷運上面 你敢不敢咳嗽 我告訴你 當咳嗽的時候 你都敢小聲一點 很多很多時候 我們也許真的不敢做這些事情 求主來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然後我們在神面前 我們要抓住機會 不要想說 還有機會 還有時間 不要到了 來不及 你總是懊悔的時候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下一段他說 你們唯一能做的 只不過在還來得及的時候 小心呵護手中的正保 一刻也不要放鬆 無論如何 向最親愛的爸媽 親人愛的手足 來應我們 表達你 即時的愛 這是信靈子 所寫的一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面 告訴我們 我們總要即時的去付出 不要說來不及 總是來不及 然後我們說到 每一個機會 我們知道 我們不用讓這個機會 失去了 今天當神告訴我們 你們要彼此帶到 我們不要讓彼此帶到 只是變成形式 而又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在神的面前 珍惜 每一個我們可以彼此帶到 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彼此帶到 能夠在神的面前 來 經歷 神愛 神主 所以我們現在要從正面來看 我們應當要即時 應當要即時 我們怎麼樣的叫即時 第一個 我們要即時的要來 敬拜神 即時的 要來敬拜神 我們敬拜神 我們就會想到 我要帶 عن禮物去 還要敬拜神 每選 賬給神 在舊約裡面 你來到聖典 你來到聖典的 tych圭幕 都要賬禮物給神 你不帶禮物來 好像很奇怪 你必須要帶禮物給神 可是上帝學告我 你如果 над禮物來給上帝 你想起了 誰是你的對頭 那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神說把禮物放下 誰先去跟祂怎麼樣 和好 和好把事情解決了 祂不再是你的背景 你再把祢物贴给神 弟兄姐妹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敬拜神 在马太五章23到26节 还有诺加十 告诉我们要及时 我们必须及时地来到神里面来敬拜 可是上帝说 你心里面的这些远恨 这些会觉得让你觉得 有错误 或者让你觉得 我们什么一些的诺言没有做 让我们先把这些诺别 先来解决 先在神里面 这次圣地告诉我们 要把祢物献给神 我们来敬拜神 第二 我提到了 我们要传扬神赦罪的福 神赦罪的福 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约马 神明明地告诉他 你赶快地去到 离你回去 那里的人惹我神去 那里的人犯罪 那里的人无法无天 你赶快去 所以约马 心不甘 他说我干嘛要去 所以来到港口的军长 看到有一艘船 要开往他死去 也不问这艘船 到底要怎么 他就上了 所以这个行程的约拿 故事里面 他上了船 躲到船上 呼呼踏水 等到起落风上 船长还把他救起来 你到底是谁 这些人物 你竟然是这样 好 我们这一部 都能收集 那我们看后半段 当神第二次告诉约拿 他说你赶快去到你灵魂 他第一次不太明白 他第一次觉得还有是时间 还有一个 他也找爱国 他觉得你灵魂是敌对的国家 本来有神 你应该清白 本来就应该没有他了 但是上帝的爱 是不分敌我 上帝的爱不分蓝绿 上帝的爱不分这个 不分那个 上帝爱你 世界上的灵魂 神要祝福见切 所以神告诉约拿 你赶快去宣告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上帝要将这整个城 给倾覆了 我们看下了 圣经章 在约拿书 第三章五到九节 那你看 告诉我们 你你为人 信仆神的怀疑 匹马乔高山 他们从国王开始 一直到底下 他们不懂得到最低层的 他们全部都悔改 全部都匹马 他们匹马都是只匹马马 他们坐在灰里面 拿灰撒自己身上 然后喊着 叫着 他们在神的名前懊悔 我们看这两个情况 一个约拿 一个约拿 没有关系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另外一个是马上就回改 马上就在神的名前 上帝 有没有抱住他们的问题 上帝的灵命 上帝的爱 在他们当中 神去感觉 神去设备了他 因为他们及时地 做了回转的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上帝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 要我们每一个人了解 我们也必须暂停 很多的事我們要謹慎 要小心 不要把神在我們耳邊上 所來的警道部分 給當作耳邊封 我們要趕快的抓住機會來回轉 當然從約拿故事裡 我們來看見約拿有點不高興 坐在地馬庫底下 他躺著生了一隻小蟲 咬啊一咬啊一咬 地馬庫這樣死掉了 約拿的時候 死掉了 他覺得自己生不如死 所以他就在神的那些咒詞 上帝說 你知道在這個神裡面 不知道有多少人嗎 難道我不愛他們嗎 我愛了 上帝也愛了每一個人 所以第三章第四節 神查看他們的行為 願不降災火 在他們當中 感謝主 他們及時的迴轉 在神的面前 上帝恩待他們 上帝祝福他們 第二章 有個叫做拿丹 拿大衛是先 拿丹是一個先知 有些上帝說 你去告訴大衛 對大衛王做了一些 我不喜歡的事情 哎呀 你想想看 如果派你去見大衛王 你要怎麼說 如果派你去見大衛王 告訴大衛王 你要怎麼講 那你真的會覺得很為難嗎 拿丹有一點很油膩 他不知道 我該不該去講 可是上帝說 我就必須去執行 所以他就去了 他來到大衛王 講了一段隱約 有一個有錢人 講了一段隱約 有好多好多的羊 可是有一個比較窍的 講了一隻羊 這隻羊跟他家的家 在一起生活 他們覺得愛男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有一天 有客人來到這個有錢的家女 捨不得去抓自己的羊 來找他客人 竟然動腦筋 到這個窍門家裡 抓了他的羊 殺了他 大衛王 聽到這個窍門家裡 心裡就非常憤怒 這個人應該要 還他幾倍 你兄弟 打了手 你就是那人 你就是那人 聖地 及時的提醒 大衛 如果大衛老修成路 大概今天我們聖經就少了一些 師傑就沒有了 還有 師傑就沒有了 還有 別忘記上下 也沒有了 聖經就少了 大概三分之一了 為甚麼 因為大衛就不能成為王 為甚麼 合神心意的人 可是大衛 他及時的迴轉 他及時的迴轉 他在神的面前 他說神啊 涉免我的罪 涉免我的罪 我真的錯了 我真的錯了 所以在四篇五十一篇 大衛說神啊 檢查五兩位子 然後在十一百三十一位 更明白什麼 上帝啊 請你色列王 隱瞞獻的罪 看看裡面有甚麼惡性 我們看見了 大衛在神的面前 他及時的撞擊 上帝愛我們一個人 他不要我們去做一些事情 來不及的事情 他不要我們去做一些 我們總是懊惱、懊悔的事情 當我們抓住機會 神總是給我們機會 然後我們在神的面前 我們要記住 我們需要來思想 這幾個例子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們今天就暫時只提 這兩個人 約拿的文字 還有大衛跟拿單的文字 來提醒我 很多事情要及時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要該如何來及時 我們該如何來做 請翻開阿摩斯書 阿摩斯書 我們來看 第四章 我們一同讀 第六節到第十三節的話 請 我使你們在一切城中 雅屎乾淨 在你們各處糧食求缺法 你們仍不會像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在收割的前三月 我使雨瓶子 不降在你們那裡 我降雨在這城 不降雨在雅屎 這塊地有雨 那塊地無雨 那塊地無雨 無雨的就酷爛了 這樣兩三層 錯在一層去找水 確認喝不足 你們仍不會像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以汗風 沒爛 沒攻擊你們 沒爛攻擊你們 你們園中 許多菜樹 葡萄樹 無花朵樹 感難樹 都會被剪蟲所吃 你們仍不會像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 像在埃及一樣 用刀殺戮你們的少年人 使你們的馬力被捕虐 營中失手的奏起 不比你們仍不會像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欺負你們中間的誠意 如同我從前 欺負鎖多馬 而我媽一樣 使你們好像 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樣 一個彩 你們仍不會像我 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耶和華說的 以色列 我會向你如此行 以色列 我既這樣行 你當愉悦 迎見你們的神 那唱山照來 將心意指示人 使晨光變為幼暗 腳踏在地之高處 他的名是耶和華 萬君之神 在這段話裡面 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了阿摩斯 去告訴他們 當然阿摩斯書 最精密的一段話 就是三番四次 三番四次 對,外國人也說三番四次 對,以色列也說三番四次 你們為什麼三番四次的惹神神奇 第二次經典話研究 在我們剛才所見的神教的話語裡面 神告訴他們 你們為什麼 人不歸向 在這當中 我們看見了幾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再回到第六節 我使你們在一切層中 牙齒乾淨 牙齒乾淨真的很好嗎? 牙膏不少 牙齒乾淨 為什麼牙齒乾淨 為什麼牙齒乾淨 沒得吃嘛 沒得吃嘛 所以上帝說 我使你們牙齒乾淨 你們各處良食缺乏 你們仍然不歸向我 那你們沒得吃了 你們還不歸向我 會可怕嗎? 然後 在後面說 收各處乾淨 但是這個層下雨 那個層下雨 把他們下來 到各處都不再下雨 所以 聖經上說 你們兩三個層 湊成幾個層 一個層 一個層 卻找不到 賀主罪的利益 這次 很可怕 神透過了 在祂聖文當中 透過了飢餓 來提起牙 透過了乾淨 來提起牙 透過了農作物欠收 來提起牙 神也透過了瘟疫 戰爭 再當中 來提起牙 還有透過了天災地變 來提起牙 這在第六節到第十一節 神透講的這些事情 分離 缺水 缺糧 欠收天災地災 在現今的世代 現今的世代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我們就看見 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最近都發現有什麼 黃蟲的這些事情 黃災 已經漫延漫延漫延到中國 漫延漫延到中國 將來台灣會不會有黃災 當然有人說不用擔心 因為黃蟲飛不過台灣海峽 誰又知道他們飛過來 如果上帝要讓他們飛過來 那又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要認為沒有黃金 如果我們認為沒有黃金 我們就會遭遇到 來不及的事情 錯手不及 會議 在台灣都會發生 你看看 這幾年裡面 我們平安公司 過了十幾年了 從三十開始 我們到現在 中間又一件事 你看現在大家 後無比喻了 日本 我們講好 有日本的武藝隊 他們叫短宣隊 他們叫短宣隊 他們短宣隊 還有一個加上他們的 牧師帶隊 一起來到台灣 所以分開在台北 在中南部地區 我們各教會去服侍神 我們一再問他們 你們來得了嗎 啊 沒問題 我說你們如果不行的話 你們退費怎麼辦 他說沒問題 我們絕對沒問題 昨天我們迎接到他們的電話 他們林隊已經絕對不難了 已經絕對不難了 我說你們找得找絕對 我說你們的機票可以添嗎 他說還好 是韓國牧師主動的 告訴他們 你們不可以打 我們不飛了 所以韓可以退費 全額退費 我說感謝主 我說那牧師這一群怎麼辦 他說 牧師說 我再打電話就問他 他們到底要不要打 我不知道 他們用不同的感覺 要不要打 那我們去提醒自己 在這種瘟疫 傳遞的當中 我們真的要小心 但警政不完全沒問題 無所謂 我們需要去警政在神面前 讓主親自的幫助我們 讓我們真的相信 神經提醒阿摩斯時代的 神言提醒的憲經事代 會議戰爭的激發 等等的事想都會發生 因此後面要請出三個口訣 第一口決是不要放棄 第二口決是不要妥協 第三口決是不要失去叛徨 弟兄姐妹 你把你所碰到的難處、碰到的軟弱 你把它套出十三根字 你去看看 是不是告訴你不要放棄 也許醫生開了藥 好難吃惡 或不想吃惡 告訴你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也許這件事情加在你身上要你去做 你覺得這好難 我真的沒辦法吃 記得不要放棄 在神的認見上帝會有恩典 上帝的恩典是超過我們所謂的實相 上帝的恩典是夠我們所謂的 讓我們在神的認見 我們來經歷這件事情 不要放棄這件事情 我們接著我們不要妥協 不要退後一步說 那我們來妥協一下 我們看該怎麼做 求主聯名我們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該怎麼進行就在那裡 讓主在我們身上 是這樣的來帶領 來保守我們 最後說 不要失去他 一個人最可憐的就是失去看法 當一個人失去看法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什麼習慣 讓主在我們身上 不要放棄 不要妥協 我要失去看法 好 那第三件事 我要抓住機會 要抓住機會 好 來 看到阿摩斯書 下面寫道 有五次 你們人不歸向 讓你們牙齒擺了 人不歸向 讓你們全層能找不到誰 幾個層出來的 你們還不歸向 你們人不歸向 你們人不歸向 還讓瘟疫在你們當中 你們人不歸向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裡面 我們看這段話 當年的責備 我們看在這個時代裡面 異常大畢 我們看財務的危機 我們看意外失誤 我們看親自問題 我們看投資私利 我們看招人獻害 我們看工作不順 我們看家裡失惡 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了 不能用 有人就有問題 我告訴你 在人的聖地 生存的時代裡 有太多太多的問題產生 上帝要我們知道 上帝的人來賣 不要直接在感到的時候 哎呀太多了 來不及了 剛剛的人家人 或者是他又過世了 他早知道多多情難 早知道我就留在這裡 當主在我們那一個聖地 對我們說 有一段聖經 我們來看 以賽亞書55章第六節 我再念一遍 當聖耶和阿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求告他 以賽亞書55章第六節 我再念一遍 來 當聖耶和阿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求告他 當聖經的時候 他刷出去 換血肉病 我只要摸他的衣裳 感謝主 他的病好 他的病好 如果耶穌 耶穌走馬 也不好意思 那麼多人擠在這裡 他以為是上去到那個 不管他 到現在他一定沒有辦法 他一直 可是耶穌基督今天 他還沒有人 在我們每個都相近裡面 當聖耶和華 可是尋找的時候 我們要來尋找他 相近的時候 我要來求告他 不要太多的等不及 讓生命是在趁每個時候 抓住每個時候 讓主親自地來祝福 請到處 休息 到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